光复乡代表会临时会公所提案审查虽然只有五件提案 不过针对乡立幼儿园环境设施改善 及新办土资厂可行性评估计划 由于没有载明相关的内容项目 让审查的代表们是无从审查 特别邀请秘书等相关科室主管到场来说明 乡代表们在临时会审查提案议程当中 审查公所乡立幼儿园环境设施设备改善的提案 然而却没有看见相关改善内容 要求相关科室主管出席说明 另外乡公所为了办理土资厂可行性评估计划 最加减预算总计30万元来推动执行 引发向代表们高度关注 尤其针对了设置地点面积大小及土地管辖环平等等问题 提案也未详尽说明诸多疑虑也无从审查 其客秦秘书等相关客室主管到场说清楚 原以为仅有五件提案理应很快就审查完毕 不料却因为公所提案内容并未载明清楚 乡代表们也无从审查起 因而要求公所出席说明 基金说明交还意见 相关意义也才明朗 但是也因此另外三个提案 乡代会决议明天继续在审查讨论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